怎么了 震雷 我觉得我们这样不太好 你爸妈本来是以为 要装修房子才搬出去的 这要是知道我父母住进来了 肯定得不高兴了 放心 贝贝 我爸妈现在在那住得别提 我都开心了 说什么 郊区空气好 绿化多 设施心 地方大 一下楼就是公园 没准现在叫他们回来 他们都不愿意呢 但是咱们这样就是在骗人啊 我爸妈这种行为 就是纠缠雀巢 什么巢 我爸妈的巢就是我的巢 我的巢就是你的巢 你的巢就是你爸妈的巢 我老丈人丈母娘住进来 那是天经地义 我现在啊 主要是得瞒着灌女情 咱们等生米煮成了熟饭再说 不然她知道她又得吵 一吵咱们结婚的事 不是又得耽误了吗 不是 我真觉得这样不好 这房子本来就是他们的 他们应该有知情权的 要这样吧 我现在就给他们打电话 要不等我爸妈真住下就完了 别别别别别别 别别别 你挺老公的啊 这电话不能打 你一打 关雨晴肯定能闹回来 谁逗得过那家战斗机啊 谁 李北 王总都已经到了 赶紧过来 黑心老板 呸 别别 赶紧把这工作辞了得了 我老婆让人这么拆迁 我受不了 各有 不上班了 我们刚占父母的房子 还要占父母养老金啊 我把老公送你啊 不 你怎么这么凶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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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范 想我来 老公 这就日是爸的生日 要不我们和雨琴一块回家 给爸过生日吧 老婆 你说你爸什么时候 拿正眼看过 咱结婚这么多年了 晨晨都这么大 每次去家里挑毛病 挑毛病 就揪着我当初来北京 这一穷二白这事不放了 这到底是要怎么着啊 这捧着这么一不争气的儿子 鸽子手心似的 当个宝 好了 好了 不说了啊 你也别生气 我呢 做好饭 在家等着你好吗 不用了 晚上我加班 我回家吃 你自己吃完了早点睡吧 就这么着 开会了 拜拜 这是咱们公司的小郑 你好 这是咱们公司的王胖 你们好 老四 你好 这是小李小刘 你好 你好 老老大在里面 咱们过去 进 老大 老大 新来的销售助理到了 陈经理好 我叫蓝俏俏 请您多多关照 那不用那么客套 我觉得只看表现 不看沉默 希望你能够尽快融入 小伙 给他在外面找个工位 好 我一定会认真做好 您交代给我的每一件事的 谢谢陈经理 来 请我钱 你连续手术八小时了 要不要吃点东西呢 不吃了 先开出钱会吧 好 好 妈 你怎么跑来了 让你通过的 我也不想跟你丢脸 我也不想打扰你 妈 您昨天一晚上没睡 今天又跑医院来 您能别闹了吗 是 闹了 你妈我彻头彻尾 我是一受害者 你 你不能跟高俊玲一样 这么没有良心 我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 赶紧交报告 离开这个医院 第二 我就天天在这个医院 打扫卫生 就这么守着你 不是 妈 您 天方 书签会还开吗 开 妈 您要是累的话 去我办公室歇一会儿 我去开书签会了 阿姨 我们去开会了 阿姨 怎么样了 阿姨血压已经正常了 你不用太担心 谢谢你啊 李建 咱们俩还提谢啊 这么焦头烂额的情况下 你还能坚持着 把最后一台手术做完 已经很不容易了 回去休息吧 我替你照顾阿姨 我没事 我守着她吧 阿姨这次反应大 阿姨 你得理解她 这种事摊在谁身上 谁都接受不了 裴阿姨吧 我去给你弄点吃的 不用了 不用麻烦了 吃饭 别 别 别离开妈 妈 请别离开妈妈 我要 这是人事部门 递交上来的 我想听听你的解释 我希望我们 在燕西医院的工作 到这个月底可以结束 请您放心 我一定会做好交接工作的 清风啊 如果因为 我跟你妈妈的私人问题 我希望你能够重新地 慎重地再考虑考虑 你也知道院里跟科室 对你抱着多大的期望啊 对不起 我真的 没办法跟一个 抛弃妻子的人一块儿共事 清风啊 你一定要相信我 那件事情真的是个误会 我已经反反复复 跟你妈妈解释很多次了 不管你们俩之间 发生过什么 但我绝对不能做 伤害我妈的事情 我不想失去儿子 我不管你承不承认我 就算是为了医院 我也要尽力挽留 每一个人才 对不起 我只是个普通人 再说了 如果我不能把精力 百分之百放到手术上 您怎么留我 反倒是对患者 更大的不负责任 希望院领导 能够批准我的请求 我还要查房 试陪呢 这么没良心的东西 说走就走 我劝他大半天 连句留恋我的话都没有 白队的好那么多年了 我决定了 你又决定什么了 清风去哪儿 我就去哪儿 我这么大个大帅哥 在他面前就看不出来吗 我还以为你睡着了呢 我还以为你睡着了呢 今天是你生日 你看 我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菜 回头给你做你桌子 过什么过呀 就咱俩一点意思没有 把中午的菜热一下 晚上吃顿变条得了 瞧你 震雷来电话了吗 没有 真是 前两天你儿子可是一天一个电话 打得可勤了 今天老子爹给我生日 怎么他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宝儿忙 又忙装修又忙工作呢 我不跟他计较 在这儿过生日 怎么觉得挺别扭的 像在人家家似的 给你削的苹果 那怎么不吃啊 是不想吃 我说 要不咱回咱们家吧 你不是想儿子吗 震雷在那儿 咱们跟震雷一起吃个饭 再说你俩女儿 也不会忘了这事的呀 咱吃个团圆饭 怎么样 就你麻烦 吃吧 咱们吃个团圆饭 行了 行了 赶快收拾收拾 咱们回家 你先去吧 你别往拉翻 那我还买了一桌子菜 讨厌 爱不了 你让我去吧 喂 姐 今天是爸的生日 你没忘吧 没忘 不是吵了一架吗 我想回我也回不去啊 你呀 就是倔脾气 一家人哪有隔夜仇啊 只要你肯露面 正好接着爸过生日 你们可以和好啊 我做了蛋糕 一会儿你姐夫来接咱们 一起回家给爸 过生日好不好 行 刚好 我还给他准备礼物 我不知道该怎么给他呢 那 那我听你的 我等你来接我了 那行 那一会儿见啊 拜拜 看看你装个怎么样了 是 不是装修吗 怎么打着麻将啊 来来来来 真是麻将啊 这装修对了真可惜啊 快点出牌呀 你看你老李 你这打的是什么牌 来来来来 使点劲来来啊 好 来来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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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我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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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碰我碰 你看看啊 我出牌了啊 赵梅蕾蕾 你们看谁来了 谁来了 爸 妈 我说我手气怎么这么好呢 原来是亲家来了呀 老关 你们来得正好啊 我有事 我先走了啊 我先走了啊 我给你点不心说算了 孩子马上去想玩了 走 走 走 再来玩啊 明儿接着打啊 明儿接着打啊 好嘞 好嘞啊 再见啊 拜拜啊 你说你们俩来 也不打个招呼 快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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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李 你快点那个什么呀 弄水果 来来 吃茶啊 喝茶 我去弄点糕点啊 照片呢 这是我的山水财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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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吃水果 来来 吃水果 吃水果 老关 吃点水果 不是不是不是 老关 在孔极城住得还舒服吧 现在城里是这多人多乌颜瘴气的 我跟你说 就属郊外的空气好 你看有钱人都在郊区买别墅 我们真是羡慕你们两口子 来来来 正雷 我这工作台呢 是这么回事 我这不每天得 给你这些宝贝花浇水吗 你说你这工作台搁那儿 我怕这水呀 刺到你这工作台上 给它浇坏了 所以说呢 我给它搁的储藏石去 那个 俊俊 那这装修是怎么回事的 是这么回事 之前呀 雷雷是要装修 对装修队都找好了呀 所以说我劝他们的小两口 先别装修 你凡事你得有一个长远打算 你说以后你们有了宝宝 需要房间 你不如现在先不要打通 是啊 我听雷雷说呀 你们二位在孔雀城那房子 租了三个月 而且也不能退 我们俩一商量 就过来照顾照顾孩子 一则呢 是想让你们俩 在孔雀城能好好休养 二则呀 你看 这小年轻正儿没领啊 得看着点 我们得看着点 你 你 今天怎么突然就过来了 你也没跟我提前说一声 我回我自个儿家 我还要打报告啊 那是 不是 你看 你看你想哪儿去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 您提前告诉我一声 我我 我好准备饭菜呀 我就开车去接您呢 是不是 震雷 你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 今天 就周 我不糊涂了 爸 我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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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关过生日啊 祝你生日快乐 那得祝你 那得祝你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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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今天我们两家人 给你过生日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喝点这个橙汁啊 特别新鲜 雷雷 你爸那那碗橙汁面 想好了吗 好好好 二瓶 你这橙汁会 一个坐 比较对 雷啊 去把你爸珍藏的 那个人参枸鸡酒 拿过来呀 对对对 我爸最爱 是是是 这好日子 咱就得喝好酒啊 对雷雷 鱼你看一下啊 好了就端过来啊 好嘞 喝点 这这橙汁真的特好 对身体特别好 咱们这个年纪得保养了 看着这大鱼头啊 给你爸倒上去吧 来 等等等等 你先把这个微信摘下来 坐下 我有话跟你说 还有什么晚点的说 我先给你坐寿啊 我让你坐下 这个贝贝爸妈 帮着咱家住这个事 你一直没跟我透露 今天给爸爸住寿 你给我这么大一惊喜 你爸爸我有点承受不住啊 爸爸 您听我解释啊 我 我就是怕你们多想 所以我暂时没说这事 你是希望我们彻底别回家了 是吧 爸 你看你怎么说 你这不今天不就回来了吗 好小子 跟你爸和你妈玩调虎离山之计 是吧 亏得我还逢人就说 我儿子是一懂事孝顺的孩子呀 今天我算知道了 我这只搬起尺度砸自个儿的脚 我自打老脸哪我 好 既然这个房子不用装修了 那我跟你妈就搬过来住 让两位亲家搬过去住 好吧 我怎么会跟您耍心眼呢 您怎么这么不相信 你自己亲儿子呢 那天咱们去看房 是不是您亲口说了 您喜欢那小区 我是真心想孝顺您二老 我 我才这样的呀 爸 这人办了 我姐 姐夫 来来来 我给你们介 关键你们你们都别来了 今天爸过生日 我来怎么了 好吗 姐 姐夫 我给你们正式介绍一下 好好好 这二位就是贝贝的爸妈 也就是我未来的岳父岳母 你们好 你们好 您好 这位就是二姐雨晴是吧 这早就听说你了 女机长真了不起 我们还等着 坐你的免票飞机呢 说什么呢 欢迎你们来我们家做客 好好说 今天借着这个亲家的寿辰啊 咱们两家终于都在一起了 咱们终于团圆了 咱们终于团圆了 来 坐坐坐坐 走下去 快快快快 别客气 都坐啊 赶快坐 来来来来 来来 来来 那个 咱们两家啊聚在一起 我觉得也不容易 今天特别巧 庆舅生日 这儿咱举杯 祝庆舅长命百岁 福寿延迷 是是是 来干杯干杯 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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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把酒 吃饭呀 对 吃饭吃饭 亲家 你吃这个鱼啊 这个鱼特别好吃 又嫩又入味 妈妈 怎么在家里 还穿着外面的鞋子呀 搞得自己跟客人一样 倒是 叔叔阿姨特别想住了很久的样子啊 震雷 咱家的全家福上哪儿去了 雨晴啊 你们还不知道啊 前一段时间呢 我们两家也没事 就到那个孔雀城转悠了一圈 回来之后没两天呢 我就听说 亲家两位就搬过去了 这个可怜天下父母心 我想着亲家肯定是爱子心切 不想让孩子为难 就默默地把房子腾出来 给震雷留着结婚 是 这事亲家 听说 亲家老两口搬到孔雀城以后啊 这俩孩子住着 他连个饭都不会做呀 这实在是我们放心不下的 所以我们就搬过来住戏 这咋了 爸 怎么了 没事吧 爸妈 这么大的事 怎么都不跟我说一声啊 妈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呀 震雷 震雷 行啊你 到底是连父母你都容不下了是吧 我说关雨晴 你能不能有一次不曲解我呀 你孝顺就是真孝顺 我孝顺就是另有企图是吗 那小区我带爸看了 爸亲口说的适合养老 他非常喜欢 你不信你问问爸 爸你说没说你说 还有你别忘了 是你自己主动要求搬出去的 没有人逼你 你当时跟爸摆的那股狠劲 摆明的就是六亲不认 你就差断绝父女关系了 你现在怎么还有脸回来呢你 你当然希望 我跟爸妈断绝关系了 是啊 我回来 你就没有办法霸占房子了 是不是 我告诉你啊 你想孝顺你的岳父岳母 没关系 但你不能把爸妈赶出去吧 你想想郊区那么远 爸妈两眼一抹黑的在哪儿 谁来照顾他们呀 他们怎么办 他们住得惯吗 行 你要这么说 那我跟你好好说 来来 怎么老跟自家姐姐置气呢 都说养女儿好啊 就像贴心的小棉袄一样 你看看想得细心又周到 雨晴啊 我知道啊 在关家你的能力最大 本事最大 要是你实在不放心的话 其实我倒是有个主意 那不如把你父母接过去 跟你一起住 你看亲家们老跟儿子住在一起 也是会想女儿的呀 阿姨 我爸妈当然可以搬过去跟我住 但我不想他们不明不白地 就丢了房子 爸 妈 你们到底想住哪儿 跟我说一声 没有人能挡着你们搬回来 谁 谁丢房子了啊 孔雀城我们住得挺好的 没什么逼我们搬出来 爸 你 你想清楚再说行不行啊 你能不能说句实话呀 只要你不是心甘情愿搬走的 那你明天就给我搬回来 你别插嘴 家里的事不用你管 真的不用我管什么 老关 那说的是气话啊 我们父母辛辛苦苦 把孩子拉扯的 那不正是要孩子孝顺的时候呢 怎么能不管呢 再说了 您也不能剥得儿女们 孝顺您的权利呀 要是不想给二女儿添麻烦 这不是还有大女儿吗 我听说 大女儿不上班在家是不是 更好有时间来陪陪父母 俗话说 多子多孙多福 您看您多幸福 三个儿女可以轮流住 哪儿像我们俩呀 只有贝贝一个 走到哪儿都得跟着 是 可不是吧 把爸妈接过来 跟我们住这事呢 我们早就考虑过了 但是呢 我们家有我们家实际的困难 主要怪我 我是搞销售的 这每天的这个饭局啊 酒局应酬太多 也不知道几点能回家 所以呢 把爸妈接过来住 你想太影响他们休息了 而且多孙你别看平时在家 他其实也特别忙 所以就把老脸的口 接过来这事就 就没提 至于震雷这一块 咱前前后后也花了十多万了是吧 没关系 既然你马上要结婚了 这钱就不用还了 就算姐姐姐夫随份吧 还有 大气 行了 今儿这顿饭你就吃到这儿了 这还没冻筷子呢 这么多人给我住寿 我心满意足了 刘世奇 把家里边剩的东西都拿走 咱们准备回困体城了 爸 你坐下 听我说完 爸 你能不能有句实话呀 宠儿子不是这么宠的 你的房子都被别人占了 你现在还 我再说一遍 没有人逼我们走 也没有人要占我们的房子 那是我儿子保的一片孝心 我们现在享受着呢 孔雀成我们住的特殊心 不用您操心了 姑奶奶 你二 cere肥 是啊 郑雀成家 以后那就有责任感了 为了儿子幸福 咱就牺牲一回 爸 妈 你们等一会儿吧 志军啊 取车去了 一会儿我们送你们回家 不用送 谁都不用送 我们叫车来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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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 叫 姓关啊 爸 爸 爸 慢点 妈 自己注意身体啊 你要住不惯了 你给我发信息打电话 到家以后给我发个微信啊 妈 单光放明的啊 行了 多回去吧 爸 妈 你们通过上慢点啊 再见 拜拜 拜拜 你赶紧走吧 走了 生日快乐 哎呀 不带不带我带他干嘛 哎呀 你别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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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乖我 今年五十大寿星 哎呀 你看看多云给你做的蛋糕 哎呀 你看看多云给你做的蛋糕 多漂亮啊 哎呀 你看多云给你做的蛋糕 哎呀 咱们呀 今天也浪漫一下 咱们呀 今天也浪漫一下 别点蜡烛点上吹了给谁看哪 给咱们自己看哪 给咱们自己看哪 你今天过生日 你老大 算了 没劲 这俩真没意思 过生日 来 这个蛋糕得大家伙吃 祝福得大家伙说 你现在冷冷兴兴的就咱们俩 睡觉 来 来 老头子 老头子 妈 来 来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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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凌桀啊 你是在哪儿啊 我有事要找你 我在查房呢 这样 阿姨 您在办公室等我 我一会儿就到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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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办公室等你啊 好嘞 好嘞 你都喝了三渣了 行了 你能不能别拦着我 你到底怎么了 你不说 你不喝就别说话 还能怎么了 我爸爸 前段时间他背着我 跟他朋友一起玩投资 让人家给骗了 人家卷钱跑路了 那都是我没日没夜 做手术的血汗钱 就被我爸这么给打水漂了 徐清风 我太累了 咱俩的情况正好相反 我妈把所有最好的 吃的用的都留给我 她对我的好是百分之百 不留余力 但是她从来没给过我 哪怕是百分之一的 自由呼吸空间 那种感觉就像 心里头大象重重地压在那儿 你能明白吗 这 这么些年了 我一直就在你旁边站着看着呢 你们家的情况我能不了解吗 来 走吧 我给你倒点 不好意思啊 阿姨 让您久等了 你说这孩子你这 她怎么不回微信呢 而且今天不加班 也不打个电话跟我说一事 明天没急 喝点温水 林洁 要不这样吧 你给她打电话 行 您好 您所拨打电话 关机 关机 那 给她发微信 发微信 关机 发微信 发 发 发 清风 你在哪儿呢 收到之后 赶紧给我回话 对对对 这孩子 这这 我为什么会陷在 父母的漩涡里 重点我还束手无策 爸 不给你打电话 就咱们这些 八零后的独生子女 不容易 这都是咱们欠下的债 我们这辈子得还 我这辈子都还不起我妈妈 还不起 老板 再来午餐 老板 再来午餐 回来了吗 我这天送你回家 我送你 我这天送你 然后回家央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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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我要回家 阿姨 阿姨 清风有消息了吧 没有啊 没回微信呢 急死我了都快 我刚刚已经交班了 要不我换收衣服 陪你去趟专家公寓 太好了 林杰 赶快吧 赶快 赶快进来 我给你关门 你赶快吧 要不要我换网 对不起 会儿要跟你家里打电话 快点 快点 开不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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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 有钥匙开不开门 徐医生 这是喝多少酒啊 徐医生 徐医生醒醒 你家钥匙呢 你的钥匙 来 进进屋 别坐在地上 起来 走 走 起来 起来 开 我不想装衣 喝这么多啊 我不想装衣 嗯 别人装身 是我一直人的理想 别再逼我了 别再逼我了 我哪儿都不想去 我哪儿都不想去 让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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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降落去 我给你擦擦脸啊 来 来 我给你擦一把 你去哪儿 你去哪儿 来来来 我扶你 你是不是要吐啊 你干嘛去 不行 你这样子敢冒的 别闹啊 谁也别管我 哎 这样会感冒的 我 我我们向床躺着好不好 不要不要 谁也别管我 好 徐医生 做手术了 去手术室 到了啊 马上到 你这衣服湿着这样会着凉的 那个 徐医生 我帮你把衣服脱了吧 我换手术服了 真是你太敬业了吧 我说 那个 T恤我帮你脱了啊 这样尝吧 哪儿了 没事啊 尝尝咱弯 儿子 哪儿子 IB 哪儿子呢 你们或者 是吧 好 不会吗 咱们这儿有监控 我联系一下保安室 阿姨 您先别急 好好好 联系 联系 赶紧联系 等一下 他们 喂 保安室 您好 我是新外科的林杰 我现在在公寓二号楼 702的门口 您帮我查一下 徐清风今天回公寓了吗 好的 学校的 OGchat 白老爷 喂 你好 我是林杰 你说 监控已经查到了 查到了 他在哪儿呢 他在七零一 七零一 对 好 谢谢 来了 关雨晴 来了 关雨晴 关雨晴 我儿子在你家吗 在里面的卧室 怎么了 丽晴 不要过来 不看不看 太丢人了 太丢人了 关雨晴 我儿子怎么会大晚上 躺在你床上 他喝多了 甭说那么多了 咱们现在去你们单位 找你们领导 让你们领导拼命领 走 走 阿姨 您这是无理许闹 怎么了 阿姨 别动 药 药 我 阿姨 要不然我叫个120 我们去医院看看吧 不行不行不行 我们走了真是 你跟我儿子不行 不是 阿姨 吵架归吵架 扭到腰可大可小 这样 我跟您一起去 您总是放心了吧 那我留下来陪清风 我们都走了 您一日在我家不合适吧 那您想怎么样 我们三个一起去 这样行吗 阿姨 想 要想 吧 林医生 可以去取药了 好 阿姨 去取药 一会儿就回来啊 你去 你去 多好 您喝水吗 您不喝 不喝 不喝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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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不是腰疼不舒服啊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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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没有 挺好 挺好 您是不是想上厕所了 是是是 没事 没事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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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阿姨 走吧 你没这么客气了 你搭着我的包 知道了 来 起来 小心啊 慢点 我这晚上洗 知道 知道 还好吗 我问你 你今天跟我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吗 今天说了那么多话您说得选一句啊 你没有非礼我儿子 您怎么不问问 您儿子有没有非礼我呀 现在男孩子出来多不安全哪 我发誓 没有 为了证明你对我儿子没有非分之下 那咱们约法三张 你如果做到了 我就相信你 哪三张啊 第一 主动搬出专家楼椅是你的清白 第二 以后不要跟我儿子 保持任何的联系了 第三 当着徐清风的面说清楚 高建领是处心积虑搞阴谋诡计 才把你介绍给他的 第一 我住在专家公寓 除了我的闺蜜以外 旁人无权干涉 第二 我没有义务向任何人汇报 我联系谁 不该联系谁 第三 我更没有必要去纵容你的主观意想 诬陷高院长